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是顺便祥 最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台湾社会接连发生了 重大的治安事件 引发了民怨的被疼 首先在10月27号 台中有一名超商店员 他因为提醒一名男子 记得戴上口罩 结果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突然地抓狂 疯狂攻击这名店员 他说他从头到尾 就是有道歉 一直道歉 说对不起这样 可是对方还是就是 就是一直打一直打这样 然后都拦不住他 用脚在猛踹他的身体跟头部 一直狂踹 然后其实我已经都没有在动了 超商店员 整个人被打到眼窝碎裂 左侧的肋骨断了六根 合并血凶还有脑震荡 而动手打人的嫌犯 他的酒色值打到了0.17 他被带回派出所的时候 还在发酒疯 你不要冲我了 对了 这种有道歉或探视或慰问吗 没有 都没有 真的是太多的案件是如是 从之前的案件一直这样子 都觉得好像 一直都没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司法的 一个保护他们 整件事情就是时辰大海 没有任何一个资讯 警员的态度就告诉我说 你就是等比例好了 安心养病等好了之后再过来 没关系 把店员打伤 这是非常可原谅的暴力行为 我们要由于谴责 也会依法延办 市场指示依法延办的结果是 警民把店员往私立打的嫌犯 被疑伤害毁损罪 移送法班之后 法官裁定 三万块钱交保 新闻就到此结束了 但这已经不是有超商店员第一次 因为劝戴口罩遭到攻击 我们还能够容忍 类似的暴力事件到什么时候 这市民男子手持旅棒 狠狠地狂砸这辆停在 其楼下的白色冰事车 在光天化日之下 毫无遮掩 肆无忌惮 还嚣张地一手砸车 一手自拍 而且据说这辆被砸的 冰事车的车主老公 就在台中警察局任职 这市民男子公然的挑衅 完全没有把公权力放在眼里 这一次是因为他们找不到人 拿车子出气 接下来接起行车就分 是完全冲着驾驶来 差点闹出了人命 都回去了解一下 车后不会车后啦 打钾不会打钾 警察都已经赶到现场了 有人已经被打到昏迷不醒 送医急救了 而这一名白衣男子 竟然还不肯罢休地 想找对方理论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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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那边 到底是什么样的行车纠纷 深仇大恨 要把人往死里打 警方调出了监视器画面 还原了事发经过 在11月7号的凌晨 送信男大生 他载着盛名的同学 行进了台中西团台湾大道 他从派车道切入慢车道的时候 插中了李信男子开的马沙拉帝 李信男子等人下车理论 一言不合爆发了肢体冲突 而这是第一时间 新闻报道的内容 但几个小时之后 这段画面曝光了 舆论也跟着炸锅了 我帮他 轮 不好意思 拿一张网 尽管大学生一再地低头道歉 但显然马沙拉帝这三名男子 没有打算就此流失放过他 这名婚姻男子一手拿着棍棒 一手勒住的男大生做事红棍 而接下来走出了镜头 三个人就把男大生打到了炉内出血 昏迷送离 台中市长卢秀燕在第一时间 赶到了医院关心 男大生的伤势 他一看到了宋妈妈 卢秀燕深深地一举功道歉 并且下令警方逼法延办 第一时间是下车道歉的 特年轻 为什么没有办法开这种车 能够这么嚣张 我们一定严查重办 而且呢 我们要朝暴力杀人 组织犯罪去办 卢秀燕震怒下令延办 但打人的那三个人呢 警方解释 因为赶到现场时 斗殴已经结束 没有办法以现行犯代表 所以在警局做完笔录之后 就让这三个人离开了 有律师质疑 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 那郑杰在捷运杀人之后 警方赶到时 杀人行为已经完成了 这也不算现行犯吗 等到了市场震怒 这三个人早就跑掉了 就是做屏幕的一些警官旁边 都是建议就是只等一位 而且他们非常强调就是 打人的就只有那一位啊 就是都有动到手啊 认为这三个主权犯 跟这些注释者啊 犯行重道 在今天下午 一间署开具的鞠票 都已经居一提 跟传讯到案 为什么要紫草秘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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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紫草秘创 我们要紫草秘创 车子竟然没有装行车记录器 而且他的车子竟然随时带着棍棒 这个真的是就是到处行凶 然后又自己不 生怕被人家拍到这样 私利可能不是那么单纯 年纪轻轻的开名车 一个小插状就绕人助阵 甚至把人打到 颅底骨折内出血 台湾之恩 台湾的教育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还就是 我外面的话 就是喝酒的话 会怎样 就断到来到去就正常了 这样的家庭教育 算正常的吗 对小孩都是可能太严格 造成他的翻译型 那我想我要改变一个方式 跟他好好沟通 让他能够感情 我在检讨是不是这样 我们不会拎爱 他真的一直冲动 年轻人就是这样 真的很抱歉 犯下这种大错 那他有交代我 一定要跟松妈妈道歉 那我希望松妈妈 能够给我们这个机会 对不起 儿子没有交好是我的错 我希望松妈妈能够 接受我们的道歉 让我们进去看看 松同学的情况 我们没看到 好 你有没有签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拿一个单管 当初第一时间就 就拼命地跟你们道歉 结果 结果被打得半死 你们这样道歉 如果能够还我 一个健健康康的儿子 那我可以原谅你们 100减7等于多少他都会打 那100开根号多少 他也知道 所以他是练伤的 所以代表说他的脑部的伤害 应该开始慢慢地在恢复了 妈妈很爱你 很爱你很爱你 好不会我妈妈会均强 一定一定 一定会等你回来 他是说对方是有背景的 如果你日后还要 长长久久的生活的话 最好赶快和解 他们也是出于好心 但是对我来讲 可能是一种警告 或是有一种威胁的气氛 谢谢 谢谢 不幸中的大幸事 南大生脱离险境之后 意识恢复 也能够正常地对答 但桃园这一名超上的电源 却再也没有机会 和他的父亲说上一句话 他很乖很正常 他话真不信 没有话 蔡爸爸难过到话都说不下去了 失去的是他唯一的儿子 为了多赚点钱 日夜颠倒了去上大夜班 也从来不喊苦说累 没想到他只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提醒顾客要戴好口罩 就惹来杀身之祸 这是什么社会 这是什么治安呢 这很难过啊 他什么就 就说不知道 对啊 我也不知道 让检察官去办 他一个小孩子养到30岁 就是被人杀掉了 他是服务他在工作 也不是说去那边玩 事情发生在11月21号 清晨4点49分 一名41岁的蒋姓男子 他走进了超商 蔡新店员看见他没戴口罩 好心地提醒 但是蒋姓男子装作没听到 他根本不理会 继续地在店里头挑选和商品 之后就到柜台去结账了 但没有想到被拒绝了 蔡新店员再次地提醒蒋姓男子 因为根据规定 你没戴口罩 我就不能够帮你结账 结果这句话 彻彻底底惹怒了蒋姓男子 他怒气冲冲地回到了 位在超商楼上的住处 戴上了口罩之后他马上下楼 4点55分 蒋姓男子第二次进到了超商 他把口罩扯下来 直接地往店员的身上砸 不过显然 他还是怒气难消 回到家里头越想越生气 清晨5点43分 蒋姓男子他又下楼了 这是他第三次走进了超商 手上却拿了一把纸雕的匕首 他把蔡新店员叫出柜台之后 直接地朝对方的左胸攻击 两人从店内扭打到了店外 齐乐监视器拍到的画面是 蔡新店员手扶着左胸口 一步一步地往店外走 这时候感觉他的步伐 已经沉重无力了 而行凶的蒋姓男子 就紧跟在后追上去 蔡新店员跑没几步 就直接倒地了 蔡新店员左胸深达三公分的刀伤 导致失血过多 紧急送医之后还是宣告不止 面对记者的问话 蔡新嫌犯他不发抑郁 而在制作笔录时 对于案发的经过 他也推说完全都不记得 因为他自称他罹患了精神体力 长期的看诊 长期不用药物 所以对于事发当下 他的记忆都很骗乱 他知道有杀人 但是却感觉不到自己杀人 当他走进警察局时 还一度两腿发动 需要警察开死 根据了解 嫌犯是一名知名的纸雕设计师 他曾经和艺人颜亚伦合作 画面上这个羊头面具 就是他的作品 他写过书 也曾经接受过媒体的专访 提到他的父亲是个脚头大哥 在一清专案时 被送到了绿岛接受管制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 他曾经走偏路 打下闹事样样来 还好后来他迷途知返 在电子公司上过班 也当过遗体修复师 他看尽了生死 对人生有了体育 交给他父亲的那一天的时候 他父亲看到的时候 当场就整个 胃口 哭的 包括我自己在那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开始过 情真意切地分享 他的人生经历 但是却没有想到 只是因为没有戴口罩 被善意提醒 竟然恼羞成怒 夺走了一条宝贵的年轻生命 而案件消息曝光 在网路引发关注 有网友吓得直呼 这根本是屏东超商女店员 挖影案的翻版 而且这回还闹出人命 真的好可怕 难不成要每个超商店员 都佩戴辣椒水在身上吗 明明男店员只是善尽本分 也是防疫考量 劝导客人进店前戴好口罩 却无辜成了受气包 甚至赔上性命 引起全民哗然 可是有些人好像会觉得 好像要他防疫 感觉好像要剥夺他什么一样 叫他戴口罩 他就会在那里跟你对抗 好像服从命令 就代表他不重要一样 所以我真的会发现 很多人要凸显 自己的自主性 我就是不要戴 就算我们提供他口罩 他还是扯掉 还是不要戴 所以有些时候我就会觉得 有些人他缺乏这种防疫的 一个共识的时候 的确会造成很多人感受 也会觉得不安全 两个月来发生三起超商店员 遭袭击事件引发全民公愤 到底该如何防堵 内政部长居国勇提出两项建议 因应政府防疫规定 请如门市请佩戴口罩 防疫期间请戴口罩 我们就由这个录音来提醒 我们警察会加强巡逻 这样的做法有多少成效呢 还有人建议在超商的结账柜台 配备辣椒水 而徐国勇他也表示乐观其成 但却被批评 大官们别再坐在办公室里头 想东想西了 难道要把维护治安的责任 也甩锅给超商店员吗 店员还不够忙吗 万一遇上了歹徒嫌犯 难道还要使用辣椒水 跟对方拼命奋勇抓贼吗 那里面有配那个吗 辣椒水 辣椒水 没有喔 他叫我们关在那个餐库里面 有个人那就赶索进去 对对对 这个配的你们敢用吗 这个我不敢 太可怖了 辣椒水 我没有配 所以我要放在柜台下边 你觉得辣椒水好用吗 我没用过啊 这如果配给你们你们敢用吗 我会不敢 他用了然后被告了 感觉真的好多事情 政治人物没有半个敢发文的 没有半个政治人物敢出来 或者说我们应该 或者说执政党 民进党的这些人 说来说我们应该要改变法律 这个歹徒的恶行 是令人罚子 这国法不容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司法机关 要从严求刑 除了见警律以外 在规劝之余啊 尽量能够用这个举发的方式 或是检举的方式 尽量避免有关这个肢体上面的冲突 曾经答应过小灯泡 会把社会安全网 补起来的蔡英文总统 她的脸书被网友灌爆洗版 超商店员有人被刺死了 而总统还在大谈客家文化 所以这个事情三天吧 三天之后云淡风轻 还是一样 四个同意四个不同 接下来就是一月份的 这个立委补选 接下来明年就是 市长跟议员之间的大战 请我们中央请总统 还是要从根本的立法上出 对这个应该是全台湾人 现在的行程 这两天好像有被失败 对所以我还是请依他 还是要赶快修法 听人民的行程 总统超商店员被刺 我怎么怕被家族说 面对记者的追问 蔡总统她没有停下脚步 做出正面的回应 因为总统要说的 已经都写在前一天晚上的脸书了 蔡总统强调政府已经持续 加强作为与检讨 并且提出三项关系的重点 第一 不会容忍帮派的暴力事件 执行打击帮派犯罪的专案行动 第二 针对大业班的员工 提升保护机制 加强夜间选 第三 针对精神疾病者的状况 强化追踪以及预警 蔡总统并且预告 在11月23号的下午4点 将由行政院长苏贞昌 亲自召开治安会议 把握部长蔡清 想要快步走进行政院 23号下午4点 行政院长苏贞昌 亲自举行指案会访 针对球棒打人 以及枪击案等社会案件 政院寻风法捕破网 如果你们打开前镜头 发现这个人有拿刀 或拿球棒等等 我们警察马上可以看到 我们立即就启动 快打部队就马上出动 球棒是用来打球的 不是用来打人的 我们要予以助计 只是针对帮派分子 一般的民众 你要打球 你带着球棒 都没有问题 因为那个林义夫 带着两颗篮球 游到大陆去 所以从此以后 篮球就被管制 我觉得徐国勇部长这样说 让我觉得好像 我们是回到了那个 戒友的时代 这种做法是 既不治标也不治本 任何人在车上 摆制任何物品 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如果有不法的意图 尤其没有办法做合理的说明的时候 我们就要进一步再行处理 一切按照我们警察的行政执行法 11月22号星期一 一大早新北市宁静的新店山区 传出了四声的枪响 一名中年男子 倒在自家别墅的大门口 男子坠楼 消防人员紧急赶到现场抢救 一开始紧销货报 是中风男子摔下来 但是送医之后 医护人员发现不对劲 因为男子的脖子上有枪伤 脖子上有枪伤 一个咖啡豆的进口伤 怎么会遭人近距离的 行刑式枪决身亡呢 新班来的啦 现在不晓 半年前嘛 有在打招呼 通道的时候 有啦 就是好像我见一两千个人而已 这涉嫌人 跟我们的被害人之间 他的地缘关系 还有他们之间周遭的 可能的一些人脉 我们都会深入来清场 被害人 那之前虽然涉及一些 类似其他的一些 一千个资料 那或是说他的一些背景 我们也会深入去了解 根据检方调查 死者在2015年 曾经被指控涉嫌 将不明的毒品粉末 混入了运动饮料的集中包 不过由于罪证不足 获得不起诉的处分 后来他在大台北地区 经营咖啡豆的生意 做得有声有色的 但如果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生意人 怎么会惹祸上身呢 而且显然凶手已经掌握了被害者的作息 警方调出了监视系发现 当天一大早六点多 凶手就来到了现场埋伏 他很有耐心 一直等到被害者送完小孩上学 给老婆买好早餐 回到了家门口 他才动手 整个行凶手法干净利落 就是早上八点多钟的时候 就听到 砰砰砰 连着三次吧 两三次 因为我们附近有工地 在做工业 是工人丢什么东西 看也没有啊 后来接着没多久 就警车来了 救护车也来了 凶手开枪之后 立刻驾车离开了现场 往台北方向投影 他开着转让多次的权力车 在市区里头不断地绕行 又开回了新店 把车子丢在AKR的停车场 之后他把衣服换掉了 制造第一个断点 然后他改搭机程车 到台北市的龙山寺 他再变一次装 现场的监视器还拍到 他原本想把换下的衣服送给街友 但是被拒绝了 而之后 前犯又坐上了计程车 直接前往桃园机场 下车之后 他就把作案的枪支 丢到了路边的水口了 这把作案用的枪支是阿根廷制造的半自动制式手枪 是当地司法警察的制式配枪 警方出估黑市的价格一把大约新台币30万 而凶手则是现年34岁的黄姓男子 他有枪炮 毒品 诈欺 过失伤害等多项的前科 警方怀疑他恐怕只是收钱办事的职业杀手 这背后是否有常见人还需要进一步的追查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这显然是一起预谋的杀人案 从犯案到出境 短短不到六个钟头 整个逃亡路线都已经规划好了 包括使用权力车 再换搭计程车 两部的便装不断的制造断点 甚至连机票都事先订好 在犯案的前三天 凶手还记得去做了PCR 现在搭飞机必须要持有72小时的PCR证明 而且得是阴性的 这位嫌犯就是透过搭飞机的方式逃往厦门 但他却万万没想到 也因为他搭了飞机 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 被警方当场带到他的身份 过海关要出示护照验证身份 黄永群难道不怕身份曝光吗 还是他笃定了 警方无法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锁定他的身份 不过就算让他正大光明的搭上飞机离开台湾 但难道他不晓得 当他抵达厦门 就要马上被关进防御旅馆 等于是梦中捉鳖了吗 还是黄永群他又堵了一把 他认定了以现在的两岸关系看来 大陆未必会将他遣返台湾 据说嫌犯目前就在湖里区的这间防御旅馆 预计隔离21天 这间旅馆的每线窗户 只能够打开一个拳头大的缝隙 每个房门都有装设感应器 每道走廊都有监视器 换句话说 未来隔离21天 黄永群他是哪里都去不了 而至于隔离其满 是否能够顺利的引渡回台 就看两岸沟通是否了解 外交部现在的调查 现在恐怕还有300多位的台湾人 他们被骗到了柬埔寨区 需要被救援 而且这个动作必须要快 因为经过国际主流媒体的大黑幅报道 这些诈骗集团 恐怕已经知道自己被盯上了 所以他们现在据说 都在急着要转移阵地 而他们手上这些台湾人职 随时都可能会被转卖掉 今天晚上特别报道 我们要特别连线给 这是全球反诈骗组织的陆队长 我们现在不能够透露他的位置在哪里 因为听说他已经遭到了通弃 他不是诈骗集团 谁在通弃他呢 为什么帮忙救人的反而要被通弃呢 难道是其中牵涉到 所谓当地的一些不孝的官员 和诈骗集团 有什么样错终复杂的利益纠葛吗 在今天晚上特别报道 我们都会有非常深入完整的追踪 我们要告诉您 那是一个台湾人没有办法想象的 一个什么样的黑暗的事件 为什么一个国民所得 只有1624美元的国家 只有台湾的17分之一不到 那还会有台湾人相信 他只要飞到了柬埔寨去 他就可以领到 在台湾高出两倍 甚至还三倍的薪水 甚至还有免费的来回机票呢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听听这位 幸运获救的被害人 他究竟当初是如何一步一步的 踏入这个诈骗陷阱 西港在2015年只是个小渔村 在2018、19年的时候是那种 你可以想象成那种 很浮夸的中国风 你没看错 这里就是柬埔寨西港 满大街汉与汉字 一个活生生的中国城 那时候是一个 灯红酒绿的地方 你可以想象成澳门 你看得到外面 赌场外面都是祖先女 然后你看到那边 五光十色 然后他都很精疲辉煌 就是走那种很浮夸的中国风 然后他但是他可能外面街道就烂烂的 然后那个会有点奇异的感觉 可是里面都是大规模 他本身就是做赌场 黄赌赌 加上把东莞再复制过去 所以你可以想象成 二三十年前的东莞 好不夸张的说法就是 十米一家博彩公司 博彩业在这座城市铺天盖地 将房地产也推向了寸金寸土的地步 一个畸形的城市发展 也把社会治安弄得很糟糕 电信网络诈骗公司也在这里 和博彩业融为一体 可是疫情之下 他没有人要去赌场了 没有人去赌场 然后赌场都倒了一半 所以他搞钱怎么搞钱 就把它变成诈骗 那变成诈骗以后 先骗中国人 可是中国人不好意思 防疫期间中国直接盖一个铁篱笆长城 比川普盖的还快 就把中南半岛跟中国边境盖起来了 然后又限期归国 你现在回来的话 你一些刑事案件 我们可能可以比较重新发落 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要办你 每一个回来都要调查 那那个限制出境不让你去 所以他没有检票之后 就要骗中国人怎么办 他就找台湾人跟大马华人 台湾人又很好用 台湾人有受过几十年的高强度诈骗训练 久病成良疑 其实台湾人骗人是厉害的 走在台北街头 这个年轻女孩叫做宇棠 今年30岁 她的兴趣广泛 做过很多的工作 而在偶然间 她在脸书看到了一个海外工作的机会 海外正才的国家 但她也不会跟人讲说 是哪个国家 愿景谁都可以说的天花乱坠 但宇棠她不是社会新鲜人 之前她曾经投资虚拟货币 才被诈骗了好多钱 她以为她不会再被骗第二次了 她是用一些 她是直接在那个脸书的message 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工作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 你不要骗人啊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会有抱着这个想法 台湾人不会骗台湾人 那些都是中国黑帮 都是中国黑帮干的 台湾人会保护你 就是去赚钱的 因为其实之前听过很多历史 这片都就是有签约 她说我们不用签约 开始拿一些照片啊 就是一些人在那边的房间啊 不管是房间的摆设啊 说一人一间啊 然后她说员工的伙食啊 你看他们的都有聚餐啊 然后一些比如说 当地漂亮的风景 看到这些照片 比旁她有点动摇 当然对方也听得出来 有机会上钩了 有的时候会传一些飞机的照片说 你看我今天飞来台湾了 然后过几天又飞去静便 就是我们就是蛮常这样飞来飞去的 在国际城市之间频繁的商务飞行 这听起来就像是个成功人士 怎么不令人心向往之呢 没经验没专长 通通都没关系 只要人愿意飞过去 公司一定安排最适合的工作 而成功的例子就在眼前 还不赶快手刀加入吗 最近又有两个人过去啊 三个人过去 你看我在机场陪他们 他们都很开心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还不担心过来赚钱呢 就这样子互动了一个多月 与唐她心动了 她决定要和对方见面 就约在人来人往的数十店 因为我就想说见面谈 应该是不太可能是骗人的 因为约谈的地方其实也是一些公共区域啊 她见面有两个人啊 对 都是男生 都是男人 那你看到他们看过你自己的专长的时候 他们讲话都是装得蛮诚恳的 就是说 我之前也有在那边工作过耶 然后说 我之前在那边做的是客服 然后做一年吧 赚了一百多万 后来就回来这样 就是说 你考虑那么久 不如先过来看看 反正你不喜欢的话 到时候机票也是 她是说 我们就帮你出一次的来回机票 最后一句话打动了与唐 如果真的不喜欢 大不了就是飞过去再飞回来 所以她只准备了简单的行李 就当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但在出发前一天 对方却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 不过在前一天 她有在那个一个旅馆 就是先让我住一晚 她还有派一个人 就是在房间等我 她的说辞是说 怕我睡过头啊 都是大人了 还怕睡过头吗 但宇棠她也没拒绝 她就让一个台湾女生 坐在她的床边 看着她睡了一个晚上 其实这也是一个 让你放松戒心啊 就是她找你吃饭 你就觉得说 也还好 没有说什么 你都不能出去之类的 你会觉得说 你没有被控制的 那么严格的感觉 但事实上 宇棠她已经被控制了 派来的这个台湾女生的任务 就是要确保宇棠 在上飞机之前 不能反悔 不能变卦 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飞行 飞机降落在 柬埔寨的金边机场 下飞机之后 她就跟我们讲说 来借我们的人会举什么牌子 然后他写VVIP1688 就是那个非常重要的人 这一趟包含了宇棠在内 一共接了六个台湾人 在核对完身份之后 他们的护照通通被收走了 紧接着他们的手机 也被要求要拿出来 有关于要来柬埔寨这件事情的资料 他都把它删掉 包括我们跟仲介的对话 他也要删掉 那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那我们有问他说 这个原因是什么 他说因为他们那边公司 都是属于有保密协议 他怕我们散播给其他公司知道 什么样的工作需要保密协议呢 宇棠他终于警觉到了大事谋样 但人已经上了贼船 不知道接下来会被载到什么地方了 坐了六个多小时的车子 宇棠就从金边被载到了 三百公里之外的西港 西港就在这个位置 它是柬埔寨最大的一个深水港 也是对外的主要贸易中心 不过这座深水港 后来却成为的是诈骗集团的大本地 宇棠他就被载到了 其中的这座园区 看到这座园区的气氛 非常奇怪 有高耸的围墙 这上头还有铁丝网 甚至还通了电 而且在门口您看到了 还有鹤枪实弹的警卫 这哪里像什么科技园区呢 这里感觉反而比较像是监狱 像是集中营 当时宇棠看到这个情景 他心里已经有数了 他恐怕是遇到了诈骗集团 对方也非常明白地告诉他 你就是来帮我们做诈骗的 你只有两个选择 你不是帮我们把钱骗进来 就是把人骗进来 把谁骗进来呢 把你的台湾的好朋友 通通骗过来 只要你的业绩达到标准 不但会被公开表扬 而且甚至最后 我们就会放你走了 所以后来很多台湾人 其实都是被自己的朋友骗过去 也就是所谓的抓交替 但如果你想要偷跑 你想要逃跑 想要反抗 下场就是一阵的毒打电极 甚至会被转卖 到了其他更凶暴的园区 画面上你看到的缅甸的KK园区 就是恶名昭彰的人生终点站 那里是汉郡的地盘 只要人迈到这里 肯定是出不来了 在车上的心情 就稍微有点紧张 穿握景色就是 就是一些很老旧的房子 然后一些地上 都是坑跟物品 然后都是一些黄土 我就觉得说 可能是遇到骗人 然后我就沿路开着手机 一直在看那个定位 因为定位跟那个网路 是没有关系的 对 因为我就看 我们会不会再到哪里去啊 坐了六个半小时的车子 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这外观看起来 就是座园区啊 有大园区小园区 越大的园区越完善 市店也有啊 然后那个赌场也有啊 就这些东西 就你想想看 你在街上看到什么 那边其实很多有 一个园区是 非常大的 一个园区里面 有超过上百家诈骗公司 园区你可以想想成一个公司啦 就是他整块 西港里面有整片 这边公司都要干这些事情 他们都叫科技公司 科技公司 然后他们可能都是搞电信诈骗的 一间一间一间 里面都大楼 那他本身就有那个 那在这几家公司里面 他们合起来就是一个园区 他们都是干这些事情的 所以就像主科 主科 你有看到主科有大门吗 有一个把关 来面试的都是就是大陆的 你们就先来做人事部 然后你们人事部终于做 不习惯再转到一般部门 然后后来他讲说 哦我们外面很危险啊 我们园区就是最安全的 你们没事不要跑出园区啊 没事不要跑出园区 但事实上就算想跑 也没有地方可以跑 就是外面就全部是铁丝网 有通电脑 都会有电网 没有 出入口 一般都 一般只有一个出入口 而且那个出入口的那个门 是有很多保安在看守的那个门的 而且不会 你一般的人也进不去 他不会打开那个门给你看 只能够看得到一个小小的门 只能够一个人通过那个门 听说他们说一群中国人要冲 我们都说不要去了 不要这么干了 因为你逃出了园区 你逃得掉多远 然后墙内墙外都有人持枪 所以你是逃不掉的 我看到他们有很多人都会有枪 我也问过他们了 就是说怎么样可以拿到弄得到枪 然后他们都说很多地方可以买 反正只要有钱就可以买 反正就是两三千美金吧 然后就可以买了一把枪 很像监狱 你在里面都正常 但是在外面 你监狱也有饭堂吧 监狱也有什么东西吧 监狱也有做运动的地方嘛 可是你大人去不去 你在里面干什么事情 你乖乖乖 你帮公司赚钱 你乖乖乖的 乖乖就分两种 一个骗钱 就是去做他们给你画素本 去骗人家钱 另外一个就把你朋友骗去 抓交替 所以50%以上的台湾人 是朋友骗朋友过去的 其实你可以 你真的当一个很坏的人 然后你不打算出来了 你在里面不要到 不要运气不好到太差的公司 太恐怖的公司 其实你有机会过的还可以的 但是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嘛 事实上的确有人是自愿来的 他们是台湾黑帮派过来接受 诈骗训练的小弟 这些人摆明知道就是要来做诈骗捞钱的 不过也有台湾人是真的受骗上当 被拐到了柬埔寨 里达西港的第一天 包含了羽塘在内的六个台湾人 依照姓爷被带往了不同的楼层 进去的时候就是一个那种铁床 然后上面放一个木板这样 一间房间那种 就差不多一般外面的那种套房 小套房吧 十几坪 四个人 楼层有男有女 只是说 他们男生跟女生是分开的 因为他们不想要 就是男女有性行为 因为他们要避免掉 比如说女生怀孕啊 或者是染上疾病 因为这样他们就少了一个能力了 尽管身心俱疲 但那一天晚上忐忑不安 还有谁睡得着呢 终于撑到了天亮 同行的一个台湾男生跟老板说 他不做了 他想要回台湾 然后那个老板就接 就是从椅子上跳起来 然后就打他头 用拳头去打他头 然后是抓着他头发一直打他头 打一打之后 他就缩在墙角了 结果缩在墙角 他还不放过他 他就叫他的一个部下 拿电器放过 然后就开始一直电他 他就一直说 他不敢了 他不敢了 这无疑就是在沙之警方 所有的台湾人都看到 反抗命令的下场 就是独打电器 于棠他只好先假装 乖乖的配合 他们是居士化管理的 跟你讲几点要几点要养脏好 几点要几点要开始骗 然后他们说 只是跟人家取得聊天还不够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IMSG 都有一些找你聊天的 有些人真的回了 但是他们重点不是要聊天 他最好是要开单 就是要让你真的把钱转过去 所以这些东西 他们都有一套规则 他们那个大陆人 会陷入一个陶醉的模式 就是说 比如说有一个人骗到其他人 然后其他人要帮起 那个站起来鼓掌 他会敲弱 他就是说什么 几十万 成十万 绝大多数是朋友骗朋友 超过一半以上朋友骗朋友 他们都很无辜 我只是相信朋友我就去了 你骗朋友进来 你就分到奖金 你就把你的朋友给卖了 你的奖金就 你的负债就变少了 你骗到非常多的时候 他会放烟火 表示多少万级的 骗到多少钱 他们就放烟火 倾注一下 真的有赚到钱吗? 但是没有 因为我在那边 其实有接触过几个受害者 他们那边一个月的薪水 就差不多也就两万块台币而已 甚至有些更惨的 把一些费用扣一扣 一个月才五六千块台币而已 还要跳早操 就唱成歌 然后就是 就是做一个早操的运动 就是他有点在洗脑那些大论 就是说 我们这就是一个 一个团体这样子 但语堂心里明白 那是假的 表现好的人 就更不可能离开了 必须被留下来 帮他们去诈骗更多的人 骗更多的钱 而至于 怎么交都交不会的人 没有工作价值 就会被转败到其他的远区 好 非常幸运的 语堂最后是 平安获救了 但是他说 怎么获救的这个细节 他不能够多讲 因为只要他多讲 这条救援管道 就会被切断 他只能够用他个人的案例 来提醒大家 真的不要再受骗上当了 但为什么新闻已经爆了这么大了 甚至警察都已经跑到机场去了 举着牌子 苦口婆心地劝大家 不要再飞到柬埔寨去了 但有人就是不听劝 就是铁了心要飞柬埔寨呢 这些人 其中恐怕有人心知肚明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就是要去做诈骗的 去捞钱的 因为他不是被骗去的 所以他觉得 他和诈骗集团是一伙的 既然大家都一伙的 怎么可能会有危险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实际的案例 他是住在花莲的小马 在今年22岁 他六月的时候飞到了柬埔寨 他跟家人说去做一个 可以赚钱的工作 刚开始生活一切正常 他每个月都会会险回台湾 我们来看看 这是他当时传回来的照片 手上拿着大把的美金 就坐在电脑前 而且还特别介绍 他有一个团队 但没有想到 过了两个月都之后 家人竟然接到了死讯 而死因是吸毒过量 非方只附上了一张照片 只有上半身 为什么没有拍到下半身呢 家属之一 难道是器官被动了手脚吧 后来家人才联想起 小马事实上 已经跟家人求救过了 公司要他把台湾的朋友骗过去 但为了是 那是他最好的朋友 他怎么可能出卖 自己最好的兄弟呢 所以就算被毒打 被惦记 他真的办不到 甚至他最后还写了一句话 他说 你不要来了 没想到这句话 可能被诈骗集团给看到了 而小马就死 永远回不了台湾了 被囚禁的女子遭到施虐 尽管深深求饶 却没有用 这是网络流传 在柬埔罩的 诈骗被害人被打的影像 残酷的手法 每一幕看了都让人痛心 殴打 施虐 性侵甚至摘卖器官 诈骗集团用来控制被害人的恐怖手法 不一而足 甚至还有被害人 连死了 都没人知道 因为在那个地方是 人被打死了 高楼炮是丢出去 爬 然后就说他吸毒过量 警察收走 你要拿尸体 尸体还要钱呢 没有人会被追究呢 Janny来自花莲 22岁的小马 今年6月前往柬埔寨的波哥山 做诈骗机房 只看到小马拍摄的影片照片里 不是吃喝玩乐就是购买精品 新手机 新电脑 甚至还手拿大把美金 坐在电脑前 但是淘金美梦 只维持短短两个月 突然间他失去了联络 家人再接到消息时 所以我就直接打给他朋友说 你有没有看到五哥 我为什么没有回讯息 也没有接电话 他说他出一点事情了 万一连公司会有人告诉你这样 然后我就一直等 我就说 为什么有话就不直接讲 就直接说就好了 后面他就说 好 他就讲 他就说 你哥哥因为毒品过量过什么 我有看到照片了嘛 遗体照 当然家人会觉得死因不单纯啊 说他喝毒酒啊 有的说他是吸毒过量啊 但是我们是强烈的去怀疑说 因为他给的照片只有这样 为什么只给上半生的照片呢 家属因此怀疑 有没有可能 连器官业被摘除了 而立伟透露 小马跟家属其实早有求救 却因为付不出赎金 只能从好友名单抓交替 小马找上了他的好友 却疑似因为一句话丢了命 他突然就多写了一句话 跟他说你不要来 因为他那是他最好的同学朋友 他一直骗他 那个骗的东西是写好的脚本 但是他可能是不忍心 虽然旁边有人架枪 有人会惦记你 但是因为是他的好朋友 他就不忍心写了一句 就是说你不要来 所以他那些朋友就没有去 可是他自己就会不来的 你不要来 这是小马生命最后的呼喊 他在当地火化 连家人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 他的确切死因是什么 也很难追究了 再看看小马拍下 这短短两秒的影片 八个年轻人有男有女 这是小马口中的团队 他的遭遇如此 那其他人呢 所以台湾人是最难救的 台湾没有外交管道 没有办事处 什么都没有 从政府到民间 从白的到黑的 拟定计划其实不难 难的在于 不管是哪一条线 首要任务都得要确认 人究竟在哪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要有人偷偷的 把园区的照片 他自己的照片 他的一些联系方式 传出来 对啊你要拍到园区 然后在第几栋的 第几楼的 第几号的 第几户的 第几层 什么园区要知道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办法 不难的话是大海撈针啊 就像我跟你讲 我在竹科救我 你怎么救 那我跟你讲 我在台积电救我 你还是不知道怎么救 我在十二厂的 几楼的几号宿舍的几床 你可能才有办法救我 确认自己身处何方 听起来不是一件难事 但是当你被人蛇集团 诈骗集团控制的行动 甚至收走的手机 还被实施监控时 这件事情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你被发现跟家人讲话的时候 讲到这些关键字 旁边的人 你的小组长听到 看你手机 发现这些事情 你会出事的 这是红线 你拍园区照片 基本上他就知道说 你在对外求救了 对 你拍园区照片 就是你已经在帮忙收证了 他们怕你麻烦 他们就把你卖掉 他们都在卖去 比较差的地方 被害人趁着深夜 大家都熟睡的时候 拿着手机偷偷拍下 自己受困的情形 甚至捏手捏脚 跑到诈骗机房里拍摄 长达九分钟的实录 为的就是要清楚 记录下一切 因为这是让自己 能够获救的第一把钥匙 但纵使知道你人在哪 也有管道愿意救援 最终还是得要靠赔付 讲白了一点 就是要花钱 跟诈骗集团 把人给买出来 其实柬埔寨政府 有时候有帮忙 几种可能 第一种是当他发现 这个人如果死掉了 他会更麻烦 那就会救你 很难救的原因在于 有时候你花钱 都还不见得 能够把人给买回来 就是拿的赎金 也不一定能回去 之前有个家人 就自己过去 就是原本说 只要1万7美金而已 结果后来 一直付一直付 就付到一百多万 最后他是有让他出来 只是说他付了 比原本要求的钱还要得 现在台湾人有钱 每个人觉得 二十年前 绑快就五百万 现在才一百万 就大家赔付赔很爽快 结果一堆人就 第一他更喜欢绑台湾人 第二个是 也有些前客 甚至台湾的黑帮 就说 我帮你去乔 其实他可能直接把钱 拿去试试喝喝花掉 然后就说 没有人家把它转卖 甚至自己本身 我收了钱 我会把它转卖掉 所以变成是 你给了钱不一定回来 你给了钱不一定回来 过去的赔付叫做 手游抽自选 手游就是抽你的抽角色 就像自选一样 把它选回来 你就会把这个人救回来 付钱拿东西 百分之百的几率 现在去缅甸赔付 或者是任何地方赔付 就像手游转蛋一样 你要抽福袋的 运气好就放你回来 运气不好就被转卖 运气最差 到了缅甸 他已经没办法再转卖了 状况很差 然后他又转典蛋 他又有消器官的管道 之前有案例是 有人拿针筒 拍影片给他们家人看 就说不付赎金的话 就要麻醉 然后要拿去栽气管 赔付不一定能成功 这些被害人 一旦进到了诈骗集团的大本仪 就是他们说了算 Sammy说 有机会能够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还拍下记录的被害人 其实是少数 这些人可能因为被迫同流合污 沦为诈骗共犯 才能取得一丝机会 但是有更多的人 其实是连那一丝机会都没有 这百分之八十 他们绝大多数是没有能力 你现在如果被打伤了 你现在被割了一个剩 你连手机都不能做 你可能只能去做打杂事 你怎么求输 画面中 诈骗集团的成员到处跑窜 有人骑汽车 有人拔腿狂奔就怕被逮 这是中国大陆跟柬埔寨政府合作 指导位在金边的兄弟园区 只有把整个连根拔起来 我们收集证据足够到 可以把园区给抄掉 他们叫端窝点 把他端掉以后 没有机会求救的人 国人才有机会回来 因为我们一个一个就 像抓粽子一样 我救一个人 花的力气 他们够骗200个人 圆区高耸的铁门突然被推开 里头将近60名男女往外 仓皇奔逃 后方还要抱拳 拿着长棍追赶 网络流传这段宛奴大逃杀的逃命场景 被控制在赌场的被害人合作逃亡 他们跳进河里才能有一线生机 但是集体逃亡的案例 毕竟还是少数 柬埔寨军警在屋子里 要救援被诈骗集团控制的被害人 只看到躺在床上的女子手被铁链绑住 脚被束带捆绑 躺在镂空的床架上 另外一名男子侧身倒露地上 手脚都被铁链给反绑 军警只能够用迫害器材 试着让他们脱困 他们受困多久不得而知 画面没拍到的地方 还有多少人也不得而知 但确定的是 这是柬埔寨政府大动作的救援 抄掉诈骗公司 才有机会一次救出更多的人 说政府做事情没效 其实政府是最高效的 单单在行警举牌 他们一天阻止二十几个 我们可能一个月 也不一定有办法救了这几个会 真的是就是那么辛苦 那除非偶尔有大行动 那就不一定 我今天要骗你的话 我诈骗集团 什么十人捕捉的话 都讲不出外 除非你把整座的园区都给抄掉 你才有可能一口气 把所有的人职统统救出来 所以现在传出了一个消息 有六个国家 他们打算组成一个跨国的专业小组 针对缅甸对恶名昭彰的KK园区 即将要进行武力鬼角的行动 但这仅仅只是传闻 而这个传闻也传到了诈骗园区 所以现在听说 他们也打算要重启武罩转移阵地了 而至于那些被控制住的人子 现在不是被转卖 就是被摘除了器官 所以必须要赶快救人 陆队长告诉我们说 有一次的救援行动 他还特地请了一个警察 还有宪兵陪他一块去 车子都已经开到园区门口了 也看到了那一个人在约定的时间 跑出了大门口 没想到接下来有十几二十个保全人员 从里面冲了出来 手上每一个人都拿了枪 尽管这一个人他死命地跑 一路冲到了车子上 人都已经坐到车子了 你以为这时候油门一踩 车子往前冲 他应该救援成功了 不 这十几个人硬生生地把那个人 从车上给拖下来 就在大马路上 对他拳打脚踢 打到昏死过去了 这个时候才把人给大摇打 拖回进远区去 刚刚陆队长不是告诉我们 他有带警察 他有带宪兵吗 但是他们只有三个人 势单力薄 而且对方还有枪 他们最后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那个被害人就被打死 然后拖一去的园区 这些犯罪的事实 几乎每天都在柬埔寨发生 当地的政府 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但是 反诈骗主持就告诉我们 如果你在柬埔寨 你找出了警察 你反而是自询实录 为什么呢 台湾人跟中国人 是会行走的黄金 这件事情是真的 若当会人会被直接被抓走 看着花园边口 你就是钱 你就是钱 不能落单 晚上不要出没 其实不止西港 监附在很多地方 台湾待久了 我们都不会意识到 这种事情是应该的 晚上天气凉 我想睡上个步 不然是监附站 你不能这么干 其实现在有很多个国家 都在关注诈骗云区的问题 就包括 就包括VBC 还有一些世界的媒体 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那现在的故事传说是说 KK园区它最残暴 但是它第二期工程 带好之后 它在招人 因为它不但最残暴 它还想变更大 因为它最安全 抓套人集团最安全 就是我们最凶险 因为最残暴 他还要爆出大招风 联合国有盯上他 听说要武装攻坚 据传有六个国家 将联合围剿缅甸的KK园区 听到的风声 其他还没有被点到名的 诈骗园区 已经准备悄悄地转移阵地了 诈骗集团要转移潮雪 那些受到控制的被害者 在移动的过程中 可能会逃跑 也可能会求救 这些人恐怕会先被卖掉 就是这样子 这个人是怎样 然后长这个样子 然后看起来自立正常 然后几岁大概什么样 然后有没有冕天要不要 冕东要不要 冕北要不要 西港要不要 下一站不知道要被卖到哪里去了 有人绝望地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就是诈骗集团的目的 透过了各种手段 要消磨掉一个人的求生意志 但也有人是宁死不去 闭着眼睛往下一跳 也要拼那九死一生的机会 有一些是从楼上跳下来 或者是从二楼啊 二楼啊 三楼啊 这样跳下来跳 即使跳出了围墙 幸运没有摔断腿 但只要被园区的保安发现 被抓回去的下场更加奇惨 亲生经历的就是带着 我是带着警察和信兵一起去的 去接了一个人 然后他因为那个人 他说他想要跑出来 他想要从园区里面跑出来 实在受不了了 然后想要跑出来 就我们当天那天去接他 然后当天我们去了以后 我还是带着信兵和警察一起去的 开着车去的 他就直接就是从里面跑出来 跑出来以后 就开始有一两个那个保安去追了上来 追了上来 然后我就 我就一两个我都没事 然后我就直接去 直接过去拦着 陆队长拦住了两个保安 让被害人顺利上了车子 以为成功就严了吗 不 后面马上追出来十几二十个保安 每个人都带枪 疯狂地往车子这边狂登而来 十几个二十个保安 然后一起围上来了 然后我不敢 我也不敢拦他 然后就只能够 尹真真地看着他 然后他们十几个人上车 然后把那个人拉下来 直接在路上 然后就直接把他打得全身是血 我们的车上也是全身是血 几十个人看着他们打 就在我们的眼前 把那个人直接打得 直接打得昏死过去 然后直接拉进去了 都不管我们 直接把那个人拉进去了 不知道是死是活 到现在没有灵犀 我们也没有枪 没有什么 没有炮 怎么跟他们打 根本就打不 根本就没办法跟他们打 这一幕公用想象就太吓人 在大街上 当着警察献病的面前 直接把人打到昏死过去 这个地方还有法制吗 而陆队长说到这个警察 至少还愿意陪着一块去接人 万一找错警察局 恐怕麻烦更大 进警察就要付钱 找翻译 要请他警察局翻译 不是我们今天到台湾的警察局 他请你服务 你是不用付钱的嘛 你们每一个你进去就要先付钱 要他跟你讲话 你要再付钱 人家人死了 你进去警察局 你要领事件 你还要再付一次钱 打从我进门 第一时间我就要付钱了 对啊 不然不理你啊 抓住看不到 没有行贿 在柬埔寨怎么活啊 如果没有我们盯着 没有摄影机拍着 没有人家看着以后 他自己把你拿去卖掉 警察自己都卖人了 但也不是一杆子打翻的一船人 有坏警察也有好警察 只是比例高低而已 警察局在警察总署的人 也在帮我们救人 我们现在只是在筛选一下 哪一些人比较可靠一点 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要帮忙过 他有救过人哦 但是他后来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他后来不太想救 然后他是当着陆队长 你可以直接问他 当着陆队长的面说 给你们土地 让你们赚钱 为什么你要做这些事情 让我们麻烦 对陆队长亲口说 他不是说你为什么要搞诈骗 让我们麻烦 是你们为什么要救人 让我们麻烦 为什么抢救被害者的 这些反诈骗组织 在柬埔寨的某些官员的眼中 竟然反倒成为 是麻烦的制造者 我们自己肯定会有危险啊 我们啊 就是诈骗云局天天盯着我们 其实诈骗公司 对我们的威胁就很大了 如果加上政府 跟诈骗公司一起联合起来 对付我们 那真的是插刺难逃了 难道是党人财路 让自己成为黑白两道的野风钉吗 陆队长他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他里 他只好先飞到国外去避风钉 合法公司 就是甚至 你到缅甸还有跨国企业是远缺的 什么意思 你到缅甸还有跨国企业 他还有帮忙政府盖机场 然后还有航运业什么东西 但是他就是最大的远缺啊 对啊对啊对啊 这世界跟台湾人想的不是很一样的 这就是诈骗集团 他们所谓一条龙的产业链吧 他们的专业分工是细腻 超乎外界的想象 比方是反诈骗组织他们发现了 每一条好不容易 部件完成的救援管道 就在成功救援一次之后 就断了线了 后来才发现 原来这些诈骗集团 他们会故意安排自己人 假装是受害者 他们主动发出求救的讯息 换句话说 他是在引诱你去救他 为什么呢 因为等到你救到了他 他就会知道 在整个营救的过程当中 你和谁接触 你和谁联络 等他回报之后 这条管道自然而然就被切断了 他不但不让你救 而且他还要继续的骗 一次骗一个太慢了 我们发现 他们最新的诈骗手段 是锁定了像是剧主 像是舞团 魔术师 甚至是员工旅游 一次过去就是 一整台的游览车 整台就这样子 直接开进了这座诈骗的园区 2022年8月14号晚间 桃圆机场大厅有了骚动 大批刑事局干员抵达机场 为的就是陪同这9名 刚从泰国机场回来的国人 三女六男 她们原本都抱着套进梦 一个月可以领 差不多五六万 身心是工作 打电脑 一千三美金吧 没有实际上能高 你是在哪里被拦下来的 泰国 泰国 你为什么会到泰国去 做公司说 这点有 有点不太清楚 只知道要做的工作是打电脑 有高薪 但为什么要途经泰国 再到柬埔寨 却说不清楚 这是被及时拦阻 救回的台湾人 但原本要回台湾的应该要有12个 但其中的三个人被泰国警方查出 是人蛇集团的成员 因此遭到拘留 但是顺利回台湾的这9个人 经过警方再次核对身份 发现其中还有一名核心男子 竟然也是人蛇集团的共犯 被当场逮捕 他混入被害人群中究竟为了什么 差骗集团放一个人回来 看你怎么救我 他把他堵起来 所以我们有一套筛选机 其实我们不是什么人都救 过程当中也有一些被套出来 我们的一些管道 像军人的管道 以前是给军人钱 写先兵钱 过去带资料把人拉出来 后来这条线就被堵住了 因为不知道是谁让先兵知道说 你可以把人救出来之后 再卖到另外一个圆圈 你赚更多 所以当这个事情存在不确定性的时候 就没乱返 卧底的勤资不只让诈骗集团 能够堵上救援管道 诈骗集团甚至泼脏水 要污名化救援的团体 降低被害人对他们的信任 当一个阴谋论跟你讲说 Gazos也是一个诈骗组织的时候 我们想 可是这阴谋论是很可怕的 我曾经 我就遇到一个case 家长上午还打票过来 哭着求我带他去 柬埔寨救他而已 傍晚的时候突然很冷 说不用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他想要付陪付 也许他儿子阻止他 因为我们教他怎么收证 那也许是他看到 这个组织是不干净的 叠对叠的戏码几乎天天上演 三明说搜救过程 从起头到最后救援成功 都可以公开 唯独关键的搜救管道跟方式 一定得要保密到家 因为就怕这些被知晓 那一扇救援的大门 就会被关上 也因此 他们从确认带救对象开始 就得步步为营 但是这些诈骗集团 人口贩子 就像是变形虫一样 不仅会尝试渗透 手法对象的挑选 每天都在变 变得更加大胆 更加有事无恐 这是韩剧《鱿鱼游戏》 讲述一群被生活逼到走投无路的人 在秘密组织的安排下 参加生存游戏 用自身的性命作为赌注 就为了争夺高额456亿的奖金 抓住的就是人性弱点 而这也是诈骗集团惯用的伎俩 人性他们太了解了 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 如同韩剧里的角色一样 对这些被害人来说 放手一搏总是个机会 应该不会那么倒霉 还是有人赚到钱啊 这一个个念头促使着他们 冒着尽管只有那10%15%的成功几率 也要前往 今天就不要出去了 这是为了你自己的安全 被卖掉 或是被打 或是被有的没的 这一部分的人 现在会被行警拦下来 因为他们会讲说 你过去连命都没有 你真的要这样做 有时候给自己一个理由 又留下来 这是有用的 把命都拼掉了 真的值得吗 台湾警方大动作在机场大厅 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 但是诈骗集团当然也有因应之道 毕竟这生意虽然可能杀头 但背后庞大利润 怎么可能就此止步 从魔术师 表演团再到知名导演 类似的情况不少人都遇到了 这名导演说 从柬埔寨来的拍摄邀约 筹码不低 133万元台币 要他多带几个人去 因为他有问到我说 我可以带多少的剧组人员去 那我就觉得特别的奇怪 他们现在都习惯说 一次骗比较多人 甚至还传出诈骗集团 设假公司要用员工旅游 骗走员工 有些说法尽管还无法确认真偉 但看了出来 诈骗集团的目标 显然已经有了改变 说他们有恃无恐的原因在于 一个个片 已经无法满足他们 整团打包带走 效率才更好 东南亚现在不是很安全的地方 对对对 所以他现在的名物就是这种各样的 而且他 对他一直变 他一直变 面对诈骗猖獗泛滥 防堵诈骗这一条路 得要持续奋战 但是除了政府警方外 还有一群人默默的为防诈努力 尽管他们不断遭人质疑真实性 认为一个民间团体 凭什么可以做的这么多 但成员三名说 其实他们也只是一般人 单纯只希望为了防堵诈骗 竞争性力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班族绝大多数 都是因为受到了这样子的伤害 我们创办人被诈骗 所以我们去救援 陆队长原本是被骗去园区里面被救出来 所以他觉得太可怜了 他就全力投入救援 我个人是生涯规划 就是因为家里家里没有什么牵挂 所以我可以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很有意义 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利益 到了岁末年中 这是尾牙聚会的旺季 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公司企业都会自主性的缩小规模 甚至取消了尾牙的聚餐 但是因为现在台湾的疫情是相对稳定的 所以吃饭喝酒应酬是在所难免 我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因为只要你开车不喝酒 其实有很多的悲剧都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可以从实际的数据来发现 在今年疫情最严重的五月六月还有七月 大家都关在家里不出门了 全台湾酒驾取缔的案件是直线的下降 而其中六月甚至掉到了一千两百九十一件 但是等到了疫情趋缓 现在餐厅解封了 开放内用了 整个酒驾的取缔数字 您看到又开始往上飙了 到底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彻底解决酒驾的问题 每一次发生酒驾悲剧的时候 都会引起短暂的群情激愤 有人说酒驾制作太可恶了 根本就是随机杀人 应该要比照杀人罪而起诉 甚至有立委提议要修法 要加重酒驾的刑责 如果酒驾撞死了 最重是可以判处死刑了 但是严刑峻法就可以有效遏止酒驾事件的发生吗 当法官做出了判决之后 就是公平正义的实现了吗 有谁会再去关心 这些被酒驾夺走至爱亲人的亲属 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有谁会走进他们的家门 去关心那些被酒驾撞成重伤 一辈子恐怕得瘫痪在床的伤者 他和他的家人 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情 却被判了一辈子的无奇徒刑 在今天晚上的节目 我们要走进被害者他们的家门 我们要告诉您 这两位伤心母亲的故事 我首先 我们先带您来看这一期最新的判决 在台中 这一名美法师 他在凌晨酒后开车 撞死了正要过马路的老妇人 那一审遭到判处有期徒刑 五年四个月 不过被告的母亲却相当不满 他说他儿子做错事情 当然应该要受罚 但是他儿子又不是拿刀拿枪去故意杀人 难道只是因为老妇人的儿子 是名人黄伟汉 所以法官就判得特别重吗 他们不服这个判决 他们绝对上述到底 凌晨三点多 在台中南区的东西路上 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 连住在二十八楼的住户 都被吵醒了 很沉重的那个状态 三十二十八楼 很沉重的 后面还一台车还看 都压上去 对很远 是真的很远 头部六十多许 看得太大了 没得到 看得太大了 被撞的是一名老妇人 她的头部受到重创 伤势非常严重 但是撞她的人 在第一时间 不赶紧的救人 没有打电话报警 反而是冲到了一旁的便利商店 去买了一瓶啤酒 这一个人在知道自己床下大祸之后 竟然跑去买酒 然后蹲在路边喝酒押金 直到警察记者赶到现场 趁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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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热驾驶在第一时间 他把责任撇得干干净净的 他说他没有开得很快 那为什么你的车子 会撞成这样子呢 挡风玻璃碎裂成了一大片的蜘蛛网 引擎盖的板金都被撞些了 保险桿也被撞掉 连宾室标志都被撞飞 这叫做没有开很快 我真的没看到 因为没有灯 因为真的没有灯 真的没有灯 所以你完全没看到是不是 我真的完全没看到 他还说因为太暗了 所以完全没有看到 正在过马路的老妇人 但这个说法太扯了 想骗谁呢 车上的行车记录器明明清楚的看到 这一路上一整排的路灯 都正常的亮着 所以他才敢开那么快啊 甚至在经过闪黄灯的路口 他也没有减速慢行 从行车记录器来看 他们要减速慢行 更可恶的是 这个人在闯下大祸之后 不但没有任何的愧疚自责 甚至还满口谎言的 只想替自己脱罪 他说要跑去买酒喝 是为了压压惊 但一瓶啤酒 就让他的酒测值 冲到了0.4吗 表示自己因为受到惊驾 然后到这个便利商店买酒 驾驶人虽然有信要做规避 但是警方还是依照事实测出来的数值 如果超过的话 我们就依规定来跟他做移送 人证物证 还有我们所收集到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试证 调查下来我们认定 证据上认定被告 他确实有酒后驾车的一个情形 我们认定他已经达到不能安全价值 我没有喝酒 人之前有喝酒吗 为什么适合要去买酒 你有喝酒吗 这个人之前有喝酒吗 你有喝酒 真的没喝酒吗 警方追出了关键的监视器画面 这名方姓男子 他又说谎了 当天他明明跟朋友在KTV唱到了凌晨2点 却跟警察说他12点就回家了 更离谱的是 他在前一天 同样也是在凌晨2-3点 才因为喝酒开车遭到拦检 明明全身都酒味 还说没喝酒 结果一测 酒测值达到了0.25 已经超标触犯了公共危险罪 警方依规定扣车扣照 至于人在被移送地检署之后 则因为是出犯 没有肇事又坦纯犯行 所以检方让他无保请回 没有想到这个人在回家 经过短暂休息之后 他照样出门喝酒开车 最后撞死了无辜的老妇人 整个调查的过程中 确实发现被告有灭证 那也经过我们调查 确实还有一些人真的不可能 会有穿针治愈的部分 所以我们认为本案 确实有羁押的一定要 那这样的证据 也说服法院支持 将被告防险与羁押警戒 天亮了 警方也证实了老妇人的身份 他是资深媒体人 黄伟翰的妈妈 大约7点40分左右 黄伟翰接到了哥哥的电话 告诉他妈妈被车撞死的噩耗 顿时晴天霹雳 但当时距离开播只剩下 不到20分钟的时间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根本不可能找到人来代班 如果他不播 那么节目就只能够开天窗了 黄伟翰在开播前打了通电话 给台中第六警分局的副分局长 蔡奇旺 他就很镇定地跟我说 他妈妈刚刚被酒驾的司机撞死 但是因为他当时正要上线直播 所以他没有办法立即赶回来 所以他请我跟他的哥哥先联系 蔡奇旺是黄伟翰的高中死党 在电话里头没多说 蔡奇旺就直接赶赴殡仪馆 帮忙黄家处理后社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三 那么来看一下各大报的头版头条 其实今天只有一报有头版头条 因为包含自由时报 联合报跟中国时报 这三报一次拿给你看 都被一个钻石项链给买了 就是头版头 真的没有 翻开以后就是其他新闻 黄伟翰一如往常的进行 这一天他要评论的议题 透过网络直播观看节目的观众 完全看不出来有任何的异状 每天在小朋友上学的时候 有了幼稚园的国小的时候 都会听那个维翰伯伯的那个广播 哎我发现有责任重大 这个讲的内容也要这个 儿童不能不移 这个责任重大 昨天早上讲蟑螂的时候 我说遇到你李乔 他跟我讲说 爸爸维翰伯伯怎么在讲蟑螂 嘎嘎 对不起啦 因为这个新闻是真的是这样发生吗 他昨天坦白说是完全没有露出 很悲痛或是很伤心的样子 因为他知道这样会影响到 节目的正常进行 他没有把个人的情绪 或者是私人的事物拿来放到台面上 那这个就是专业精神 好好讲清楚 为什么提出这样子的法案 我们明天再说 拜拜 黄伟翰强忍悲痛 专业的完成了自己该做的工作 下了节目之后 他立刻桌上高铁 直奔台中殡仪馆 哥跟我讲的时候 我已经马上要开始了 之前去年我爸爸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 天亮的时候才知道的 所以那个时间我也没办法找到别人了 爸爸妈妈都跟我们讲说 先做该做的事 这个想做的事 所以节目结束以后 趕快趕回来 哥哥知道 警方调查的结果 我们就相信警方的结果 所以包含这些细节 他是先喝酒还是后喝酒 他当时的速度是多快 有没有违反交通规则 这个都交由台中市的警局去做处理 那我们家属当然就是会 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刚刚你也问了 母亲姐快要到 所以就是希望不要再有酒驾的事情发生 不管这一起是不是 酒驾是不对的 酒驾是不好的 他在面对这个事件的时候 他的一个理性跟冷静 并不会因为他丧心之痛 而有很多不理性 或者是情绪性的一个发言 不希望因为自己媒体人的身份 影响了检请侦办 甚至司法审判的结果 黄伟案在镜头前 始终截至自己的发言 他没有情绪性的字眼 但是强忍了一天的眼泪 望着母亲的林蔚 身为一个人子的不舍 再演男人的泪崩 我为这个事情非常难过了 因为我是非常尊敬 也喜爱违汉兄的一个人 违汉是强制控制他自己的程序 他心中的悲痛 我都可以感受得到 赵氏美法师在一审 遭到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 不过他的妈妈不服判决 他说他儿子又不是拿刀拿枪 故意杀人 难道只是因为老夫人的儿子 是名人黄伟案 所以就判得比较重吗 经过上述 二审法官认为 美法师在警方到场之后 还没有进行酒册 就坦诚肇事 所以符合自首减刑规定 改判四年六个月 而全案仍然可以上诉 抄写心心就是诚心的忏悔了吗 被告的母亲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提到 他儿子喝酒开车是因为奶奶过世 让他郁郁寡欢 又在案发的前四天参加了好友的丧礼 再加上他的婚姻感情也出现了问题 所以才会借酒交仇 但是因为他人生的不如意 就可以喝酒开车撞死人吗 对这些受害者家属来说 就算是一命赔一命 都换不回他们挚爱的亲人了 这些苦是跟着他们一辈子的 曾妈妈 她原本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 就在她失去女儿之后 全都白了头了 她的女儿 当年是台大医院非常优秀的年轻医生 曾玉慈 也是柯文哲的得意门生 却在回家的路上被撞成的重伤 尽管柯文哲在第一时间 她就赶到了医院去了 但就算是叶克摩权威 她都救不回自己的学生了 瑞芳火车站就在曾妈妈家 走路不到五分钟的地方 每天看着火车来来往往 曾妈妈常想 如果那天晚上 女儿不是搭上了那班九点半的自小炮 会不会后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了呢 几年前 家里重新装潢过 曾妈妈特地留了这个小房间 在这个角落 收藏了女儿从小到大的甜蜜记忆 从小我等于是未单亲 就是带她跟她弟弟 那她就看着妈妈很辛苦 然后照顾两个小孩 所以她从小就很独立 然后很丧精 又很贴心 所以她的功课 课业都不用我烦恼 其实曾孕齐小学只念了五年 因为她被老师推荐 从四年级直接跳读六年级 高中也顺利考上了第一志愿北医女 曾孕齐她很早就立志 将来要当一个好医生 高中三年 曾孕齐一个人在台北念书 曾妈妈每个周末都会特地北上 帮女儿准备好一整个礼拜的便当 有五个是那个胡锈钢 然后六个是那个微波的 学校要用蒸的嘛 就要用胡锈钢 家里用微波炉 所以她回家之后还可以吃到妈妈的 对 所以才需要吃几个 即使妈妈不在身旁 还是可以每天吃到妈妈的味道 没有意外 曾孕齐她考上的医学院 也顺利地在台大拿到了硕士学位 那当初要选择感染科 我是觉得不太放心 说你可不可以选择 要选择感染 因为感染科我就觉得 传染病什么的就是很直接 比较会接触到的机会很大 因为她的妈妈可能就是比较平凡 我是爱护子女 我直接的想法是这样子 但是她告诉我说 妈妈其实你错了 身为医生你哪一颗那种风险都一样 所以她说我们如果做医生的话 我会懂得自己要怎么样子保护自己 放心这样子 专挑别人觉得难走的路 所以在这条路上 曾孕齐遇见了她的恩师 柯文哲 柯皮就成立一个七滴病房 就是把那些人家 她说人家挑胜不要的重症病人 挑到她的七滴 她要去七滴病房的时候 就是柯皮有问她 你不怕辛苦吗 她说怕我就不会来了 怕就不会来了 这口气听来就和柯皮非常合拍 她愿意去照顾那个最差的病人 对不对 本来这种 不然大家都喜欢去做比较轻松的 对不对 所以她算是本来就是 比较有 比较愿意有奉献的医生 柯皮不知道怎么样 然后指责同事 那我女儿就觉得 不是她说的那样 她就会仗义直言 我女儿那种天秤座的 她是很仗义直言 所以她就讲了 然后也不管她你是什么批 就讲 正直又善良了曾宇慈 年纪轻轻已经是台大创伤部 独当一面的主治医师了 而她也是柯文哲的得力助手 看她能够自己觉得她 已经当了医生 然后选择她人生伴侣了 我就很放心 女儿是台大医生 儿子也在美国拿到了博士 这一年曾妈妈六十岁 她以为终于盼到了苦尽甘来的日子了 刚好那一天是回来有时间 然后刚好烫个很漂亮的头发 然后变一个发型 她就觉得很有朝气 很开心 对 有 我说很漂亮 烫头发的阿姨从小看着曾宇慈长大 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回家的感觉真好 头发烫好了 妈妈的一桌好菜也烧好了 母女俩享受了一场难得的晚餐约会 三天后她们就要一块到花莲去旅游 帮妈妈补过母亲节 她跟我的关系就像很像朋友像姐妹 她从小就很贴心 所以她就很开心就很期待 吃完有一班八点多的火车 那她就很舍不得走 她说妈妈 我很难得回来 你就让我多待一下 我说那你回去会太晚 她说不会 我平常上班更晚 就这样母女俩又多聊了快一个小时 出门的时候我本来要送她去车站 她又不让我 她说不用 我这么大 你不要这么不放心 那就很近 你送我 要送来送去 不用十八箱送 那所以我就送她到门口 以为三天后就会再见了 但没想到这句再见 却是再也不见了 我在想 十点多 快十一点 她怎么还没有打电话 她通常回到家会打电话跟我说 妈 我到家了 那天都一直没有 那没有我就在等 结果 后来等到的是 亚东医院 亚东医院打来 对方在电话里头只说 曾与此发生了车祸 曾妈妈起初还不觉得 事情会有多严重 她是走路回家 是走路 不是开车也不是骑车 我在想说 走路顶都被撞是断腿 或是 或是怎么样受伤而已 我没有完全 没有想到说 二十八号晚上十点多 这台黑色轿车的驾驶 开得摇摇晃晃 先撞上前面的计程车 接着又撞到 正要过马路的女医师 知道自己造势了 驾驶詹姓男子 却加速逃逸 射续巡逻队刚好看到 立刻派人追过去 警方一验 发现驾驶的九色值 竟然高达零点五六 造势者撞到人的时候 他有停到一秒钟 至两秒钟之后 马上就加速朝鱼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追逐 是这样子 然后警察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维持自信 撞击力道有多大 看看这台造势车辆就知道 右前方的车头撞凹了 当时女医师被撞飞 就是弹到挡风玻璃上 连玻璃都裂成蜘蛛网状 就知道女医师伤得不轻 头部重创 已经呈现脑死状态 亚东医院在确认伤者 是台大创伤医学部的主治医师 曾玉茨之后 立刻通知台大 当年晚上十一点 客闻者人还在办公室改考卷 他一接到电话 立刻赶到亚东医院 参与了整个急救的过程 今天他是走在斑马 斑马线上被闯红症的撞死 这个是他有办法避免的吗 去的时候柯P 柯P已经坐在那里 柯P看到我的时候 那个脸色很沉重 他说你是正义者吗 我说是 他说你要有心理准备 那我刚刚有去看过他 他的那个脑部 那个脑就像我们一个便当盒里面 装那个斗子 然后已经被被摔 这样烂烂的 他说你要有心理准备 他就这样讲 我当时我天啊 我真的情天弼地 我就觉得怎么可能 不知道等了多久 终于等到了曾宇慈 从手术室被推出来 但曾妈妈 已经完全认不出自己的女儿 在几个小时之前 一个长发披肩 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子 怎么一下子光透 然后那个脸部瘀青肿胀 然后又手右脚石膏什么 完全都变成一个我不认识的 一个女孩子 天啊 天啊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人才刚刚走出捷运站 好端端地在过斑马线 都快到家了 怎么会被撞得这么严重呢 在这边红灯的时候 是中央路的红灯 他可以过马路 他过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酒驾人就刚好过来 撞到本身 我女儿她是走斑马线 剩下两 差不多两个步伐 就走完了 她好像时速八十几 就这样撞过去 把她撞走了以后她就走 还好有热心的民众追上去 硬是把肇事车辆拦下来 因为她的酒后开车 把一个正要发光发热的女医师 撞成了重伤 说脑压很高也不适合开脑 那只能说等待要奇迹出现 脑压一撤就超过七十嘛 就知道大势已去 所以 其实很快就脑死了 我自己就是急救的专家 结果救了那么多人 没有办法救我自己的学生 即使是柯文哲也无能为力 她在脸书上难过地写下 孩子原谅我 老是尽力了 我那时候我整个人也都 傻掉了 然后非常的焦虑 非常的痛苦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就觉得她本身是医师 然后她周遭那些都是医师 她们都没办法 那我能够怎么办呢 到底要怎么解决 这算是人的感情 就说你医师 就说这不行 可是到底要怎么结束 这还要再 这是感情 如果用叶克膜 就是体外维生系统 它是可以 生命还在 但是 可能是植物人 那时候 对他一个这么热爱生命的人 一定不是他所希望的 我也觉得他这样会痛苦 经过五天的急救 二号下午五点半 检察官跟法医 再次对曾孕子做出脑死判定 家属决定 拔除他的呼吸器跟叶克膜 台大医院随即动手术 进行器官移植 到今天清晨为止 总共有六位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器官移植 大家都非常难过 包括很多很多的同事 都到加护病房来看他 我自己也亲自陪他走了这些所有的过程 最后进到开刀房 是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难过 也非常非常不舍 我死了 我死了什么都没有了 这最后是送他一层了 昨天还有在去看哪里 我跟妳讲 我不要再看了 你开地上去看 他是一个很良善的人 善人要有善包 怎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所以让我常常觉得 这个善人二人 这个怎么界定 我真的很对不起 曾医师他们的家人 我自己也很懊悔 我真的做错事 我真的犯了很大的错 真的做意识 当时候为什么要跑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谢谢你 我无法原谅 我觉得他不值得原谅 你今天你一命 长一命我都觉得不够 他的 他未来的生命价值无限 你一个战争生 你这样为了你的 喝酒逃逸 就把把我们的家庭都毁了 把一个 一个医生 要救人的医生 把他 把他 生命就黑哟去了 真的很可恶啊 所以妈妈走不出 不悔恨和悲痛 不管旁人怎么安慰要放下 在他听来都是刺耳 我刚开始那前三四年 我过得非常的痛苦 尤其五月 昨天才过的母亲节 我每年 我很把他生日的来到 母亲节的来到 说真的 那种很坚固 艰苦 心痛的艰苦 没人可以了解 你不是我 你也没有经历到像我这样子 所以你绝对 没有办法体会 体会到我内心 我的内心的感受 真的 在妈妈原本满头黑发 没多久就全白了 她感觉有一部分的灵魂 像是跟女儿走了 每天早上醒来 也不记得是何年何月何日了 刚开始那几年我都一直在想 都觉得这个是事实吗 我都不敢面对 甚至于 我到后来 我的头发都一直白了以后 我也不再去染她 我就想说 我必须面对 女儿已经离去 就像我 我必须面对 我自己真的是白发 这种都是事实 我必须要去面对 说面对 但谈何容易呢 这妈妈只要一想到女儿 眼泪就不停地掉 一直想 想到说 女儿的孝顺 她的好 她如果在 她一定不希望说 我的妈妈 会活得这么 这么痛苦 眼甘 一定爱妈妈快乐 爱妈妈开心 所以我就是让自己要转练 因为我 她走了 我也尽力地说 让她能够把她的大爱 留下来 去救人 那妈妈说 你不是我 你没有经历过 你绝对没有办法去体会 她内心的感受 这是受害家属 他们共同的心声 就像是豪妈 她说她为什么要曝光呢 她也不想吐光啊 但她就是要让加害者 看到她儿子被害成什么样子 她儿子 当年就快要研究所毕业了 相依为命的母子俩 以为就要苦尽甘来了 却没有想到只是站在路边 买碗面 她的儿子就被撞成了全身瘫痪 而肇事价值她的酒厕子 高达了1.06 没有想到最后 只被判处一年的有期徒刑 而且还可以缓刑五年 换句话说 等于是一天的劳都不用做 而反观豪妈这一对母子 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却得整天被关在这个小房间里头 等于是被判了终身的监禁的无期徒刑 这个世界还有天理吗 豪妈跟我说 今天如果只是经过她的家门口 没有踏进来 有谁会知道 在这一扇门的背后 她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她说她也不愿意这样子 抛头露面接受访问 边讲边哭的 谁想要这样子 但这不是她们的错 是谁造成的悲剧 难道都不用负责任吗 小孩 你有没有努力运动 有努力是不是 拉筋就是运动啊 来 待会给你 我问她有没有认真做运动啊 有没有认真抬起来 她都说有 是什么 你都没有认真做 因为她粘力出来 对 有啦 她心里想好 她心里想好 想好起来 对不对 你心里有没有想好起来 比 对不对 你说对 你讲话 出声音 对 你说对 你有没有想好起来 又 又不要了是不是 叫你讲话你就说不要 你要不要 要不要好起来 你跟她们讲 好不好 要是不是 好喔 你说好 要不要好起来 你说好 好喔 对 来 来 妈妈拍一下 你不觉得很悲哀吗 我已经就几岁了 我儿子已经快四十岁了 躺在床上这样子 我也担心啊 我现在是老了 我现在是老人耶 我可以离老人卡了耶 对不对 我也担心 其实我一天早上起来 我也是希望说 今天跟昨天不一样耶 我每天也是喜欢这样子耶 可是 我还是一天一天都一样耶 看这边 看前面 有没有看到那只鸡兽山的 有没有 看下来的鸡 如果十年前 没有发生那一场车祸 今天会跟昨天不一样吗 因为那时候是经济风暴的时候 我整个人的状况都不是很好 他会主动去跟店长讲说 要上大业 过年的大业有那个多五百 他都说他愿意解 为了五百块钱的除夕红包 已经打了四分工的小豪 他连续三年的除夕夜 都自愿留守超商 我就都过去陪他 我有都过去陪他 因为其实我也是一个人 那想说孩子在那边 然后看看他陪陪他 跟年节的一个陪伴这样子 我会带点东西水果给他吃 然后会吃他那边过期的 因为他们过期员工可以吃 他们大业班就是调态一些过期的 然后过期他们是准许员工吃的 对 就去那边吃过期的 面包啦 吐司啦 母子两个年夜饭 虽然没有大鱼大肉 但是如今想起来 却是温馨快乐的 因为他们知道 再辛苦 再努力一下 等到小豪拿到了硕士学位 一切都可以苦尽甘来 研究所毕业 完毕也是要准备结婚生子 结婚也要有房子 然后我们是希望买两个 然后能救济 然后你有你的生活 家庭生活 妈妈也有妈妈的生活 这个是一个我们的目标 2011年7月31号 小豪打电话开心的跟妈妈说 他的论文口试过关了 再过几天就可以回台北了 但没有想到当天晚上10点多 小豪在一家面摊等外带 却遭到了一辆车子高速冲撞 好马六神无阻地跳上了计程车 好马六神无阻地跳上了计程车 一路上医生不断打电话来 一直跟我讲说 你到哪里 你到哪里 我要告诉你 她是病危 她已经差不多了 等到豪妈赶到了医院 小豪人还在手术室里 一直没有脱离险境 到了天亮吧 好像有时间可以看 整个人都肿了 整个人都肿了 然后我就在那边就崩溃了 就崩溃了 早上也签病危通知 晚上也签病 反正随直就在病危通知 病危通知签到了手蕊 究竟是谁把她儿子撞成这样呢 我到警察局也崩溃啊 我说你一定要光 我说怎么有这种 那么奇怪的事情 怎么会有人这么糟糕呢 那现在我这样怎么办呢 那警察说 她已经送神经病院了 我说怎么可以送去 我印象这一生 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我说她 你要送就要送到监狱 我知道我那时候很崩溃 家属说她什么 有时候就故意用神经病来 来掩盖她的过失啦 我觉得这种就是一个 加害者就是很坏的一个状况 她就是想要说 想很多方法 想很多人来帮忙她 把这个过失之眼盖掉 照试者的酒厕值高达1.06 分明酒驾撞人 却还想方设法地替自己脱罪 其实之前有一个 也问我 她说你也会保护我 我说我怎么办 我什么都不想 都不要去想她 我不想去想她 你问这个问题 我也不想去仔细考量 你要不要什么 我能做什么 我能做什么 我只是一个妈妈而已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 3 4 来手伸直 伸直 好妈说这种人 根本不值得她花时间去怨恨 她把一个人生正要绽放的年轻人 撞成了一个全身瘫痪的职务人 结果最后只被判了一年的有期徒刑 而且还缓刑五年 等于是一天牢都不用做 这是什么世界啊 我去法服申请 申请律师 结果法服一直没有给我过 到第七市才给我过 法庭我跑了四次 然后他就在外面就跟我讲 我说我给你的资料 你是不是要写我们要怎么那个 因为我要跟他打官司啊 哎哟 那个不用写啦 你就那个 赶快回去 那个强制写 拿一拿你儿子还在家务地方 赶快回去照顾你孩子 每个人都来跟我讲 何姐啦 干嘛啦 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们又哭掉 然后他母亲又哭又什么 又说什么他们家很怎么样 就是标准的加害者作法 不是神经病 就是家里有状况 不然就是很无奈 就是这样子 家害人的一贯的那种 那种做法都做出来 照试者一天老饭都没吃 他的人生可以重新开始 但这对没有做错事情的母子 却反倒是仿佛被判了无奇徒刑 一辈子囚禁在这一个小房间里 都有人说嗨 今天还没跟大家说嗨 那边有帅哥 我们跟他比谁帅好不好 好 没有帅你帅是不是 照顾他就从小就在照顾了 只是比他重一点 对不对 他抱着他做运动什么的 他一点脏一点伤 我也看不下去 对吧 所以不敢吃喝拉扎 大便小便 然后抽糖蒸汽 这样子 为了照顾小豪 豪妈根本无法工作 在他心里焦脆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 有人善意的建议他 是不是考虑把孩子送到机构呢 刚发生的时候 有人鼓励啦 那我就参观了两个地方 他们那种就是 都看着天花板 都看着天花板 那工作人员照顾也是有限 你想想看 你这样子 他年轻 生命力又还在 生命力很强还在 然后你这样去躺 我说个蓝天的话 早去早死晚去晚死啊 你听懂吗 舍不得把孩子送去机构 好妈从此断了这个念头 不管未来的路多难走 他一定陪着儿子走下去 我也很自卑耶 我也很 很觉得自己很无人耶 不然我儿子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你听懂吗 我也是觉得 自己的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我这当母亲是怎么当的啊 对不对 那 他发生了 然后我又不管他 有这样的道理吗 不可能啊 不可能抛下儿子不管的 日子终究还是得继续的过下去 哭脸是一天 笑脸也是一天 总不能让自己一直陷溺在悲气的漩涡里 我为什么会要有音乐 其实我从他发生事情 我都会去买那个有音乐的时钟 我们家太安静了 安静了 我心里会很难 会很不舒服啊 我不知道怎么走下去 所以你说 会布置 疗愈啦 跳脱一下 除了放音乐之外 好妈还在屋子里头 布置了许多绿色的植栽 在墙壁上挂满了母子幸福的合照 因为她不想每天睁开眼睛 看到的就是惨白的四面墙 仿佛提醒自己 依旧被囚禁在病房里 其实老实讲 我一直在生气 我一直在伤心 我一直在难过 我的日子 一分一秒都在难过 我即使睡了一下醒来 我一直在想说 今天不是昨天 这日子 日子还在过 能活下来了 对不对 我竟然我也还在 我是照顾她最后一刻 因为照顾她最后一刻 总是告诉自己 为母则强 为母则强 但妈妈也是人 当一个妈妈 究竟要多坚强呢 我这个就像一个病房 你们有进来 就了解我 没进来就走过去而已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对不对 你又踏进来 走进来 你看到我们了 你知道我们的痛苦 我们的悲哀 当你走到门口 那个有酒驾 有很多酒驾事件 就走过去 啊 那个要怎样 那怎么样 怎么样 他们高调 道德高调 又怎么样 你也走 我没有走进来 你走进来跟我讲话 你再来道德高调吧 那我很讨厌 那个 那个 一些 一些社会上 假同意心 假清高 酒驾的事情 那一定是什么 人权什么什么什么 人权 我们就没人权嘛 对我们公平嘛 我又没有 我们上班 我儿子也去打工 也都有缴税 我们也不是做坏事 也没有不缴税 也不是怎么样的人 对不对 也不是说 对社会伤害的人 又对社会 偷鸡摸狗的人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抛头露面 其实我也不想抛头露面 等一下 我希望平平安安的 过日子 我儿子结婚生日 有那个 我们走来十年 十年 不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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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我们 怎么样 算是 讲到这个是 就 不 我们的人生就被 因为你喝酒 开车 你喝酒可以不用开车 对不对 你喝酒开车 来撞我们 我也不认识你 我儿子 这一生 就这样 一直遗憾走下去了吗 然后我就 这一生 就这么悲哀的走下去 面对酒驾 是零容忍 这是台湾社会共事 但究竟要如何 才能够有效 遏止酒后驾车呢 我们刚刚就说过了 言行俊法有用吗 在2021年5月21号 立法院一读通过 酒驾撞死人 从原来最终可以判处 判处无奇徒刑 加重为判处死刑 为什么那么狠 我的宝贝儿子 我想一个人 你为什么要出来害人 可是看 看这种成熟不穷的 真的是 每次看到 一听到酒驾这两个字 真的是 真的 真的 那种心真的很痛 很凉 想到说 又有一个人 跟我们一样 我昨天还跟我儿子在一起 今天就没了 我要回去看我儿子 他冰冷冷的躺在那里 他这个政府很可恶 他怎么样 他行划他只针对五年内在法 才有可以列入杀人罪 他不是伤到十年吗 大部分人不是都几个月吗 那你基本 基本息你不提高 然后都放着大家去外面 喝酒开车 你弄两个咧 你知道吗 我没关系 救了六个我就快就救你了 他说都死了都死了 快处理你了 他要回去休息 是被放出来 这种人不是该撞撞死就好了 他也还出来撞死人 这种人还可以在社会上活着 这比杀人犯还恐怖 酒驾驶五年内在犯 而致人重伤或是死亡 将调照两到四年 并且依法没入车辆 你说栽放合理吗 一次都不得了了还栽放 你要 你们弄写这个 有没有想到说栽放 然后前面的人就要 这么倒霉 这么不公平 这么没有正义 这团团求行私立 一审判几年 他在上诉二审不少又判几年 酒驾自然伤亡 他本来就不应该 不值得有被宽恕的权利 知道吗 一月到三月 酒驾事件几 一万八千 警政署公布的一万八千 你想想看里面的人 有多少人死掉 有多少人受章 对不对 那你们一直拿 少了 比去年少了 一千个变成八百个 不是九百个 我跟你讲 再怎么少一个人受害就是 就是被哀啦 那一个家庭就是被哀了嘛 法部严理修正刑法 酒驾致死 如果酒测值超过一定的数值 已杀人最论处 酒驾是这样啦 我看昨天那个立法是 哇 蛮严重的 就是处罚蛮重 或者说突发不足以自行 就是说你这个处罚 他就是有病 你再怎么处罚他 他还是造反 所以应该要有一个 酒饮的治疗方式 你说有名能报个一两个月 没名能报个一天两天 后面的日子呢 后面的日子怎么走 即使他人不在了 你看那个妈妈多伤心 我今天我只能自我 自我慰藉说我儿子还陪着我 曾妈妈还能帮女儿 做些什么事情呢 当年还是台大医生的柯文哲 他成立了台湾酒驾 防治社会关怀协会 他邀请曾妈妈 担任第一届的理事长 尽管面对悲伤并不容易 但是曾妈妈她答应了 因为她觉得她必须要站出来 让社会重视这个议题 然后她觉得说酒驾这种是可以预防的 不是天灾不是人祸 那个不是那个 只要你能够预防说不要酒后驾车 就不会有这种悲剧 所以她就说要成立 所以特别当时就是很有心 就是要来推动 这样子 所以重罚是需要的 只是说这重罚前面的配套措施要做下 包括酒驾连坐 代理驾驶 还有酒器侦测器 那再加上这个重罚 事实上也要在一个程度上要宣讨 不要喝太多酒 总统一定要重视这件事情 政府的那种态度啊 他的做法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政府都听不到我们好像很远 我们这种声音他都听不到 装睡了叫不行 我们就觉得不行了 还连续去抗议了两天 就是玲瓏人 那他自人于死的话 一命还一命其实都还不够的 酒驾自人于死 就应该以杀人罪 我女儿我真的 来不及也没有准备好跟她说再见 然后就从此不见 那是一年两年三年这样一直下来 我自己勉励我自己 希望说我要过得好 这样子我女儿她才会开心 她这样才会有意义 才能够 我现在才没有说变成一个忧郁 或者是这样躲起来 不敢面对大家 当年成立台湾酒驾 防治社会关怀协会的台大医生 柯文哲 如今他已经是台北市长了 他说这几年台北市做了很多的努力 除了加强路检取缔 也协同了联合医院和台北地检署 积极治疗酒饮累贩 尽管酒驾的肇事数据是有下降 但还是不够 因为没有人需要承担 酒驾夺走亲人的痛苦 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说没想 在每个扑朔迷离的众爱现场 在每个重大事件的第一时间 我们抽丝剥茧 追索事实的真相 YouTube总观看超过5一次 频道订阅人数 突破了100万 感谢您最一路上的支持 我们会更加努力